台湾艺人陈灵九近日卷入一场金融风波 他曾为香港JPX律师交易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担任代言人 但此平台在台湾运营不到三个月急遭检举 指控其无需币交易许可证 台湾北部地区检察官于8日对平台进行了搜查并约谈相关人员 包括台湾区首席合伙人张东颖和业务总监施宇 这两人因涉嫌严重犯罪被生压境界 陈灵九最初作为证人接受调查 但随着受害者的提告 其身份被改变为被告 针对此事 陈灵九也通过社交媒体发表了回应 陈灵九在回应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不满 他提到自己原本希望首先遵循现实世界的规则 及法律程序 这也是他为立即公开解释的原因 他强调自己曾以证人身份前往调查局和得检署 并在民众提告后到警局做笔录 这导致他从可能的被告变成了实际的被告 这一身份的转变让他感到迷惑 陈灵九进一步表示 由于消息众多 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承诺将全面配合调查 并强调自己对检察官和调查员所说的一切都有录音为证 他声称自己提供了所有能提供的资讯 并相信法律将以证据来揭示事情的真相 最后 陈灵九谈到了这一事件对他家人和支持者造成的影响 他的母亲的朋友曾误以为他被击押 实际上他当时正在排练 陈灵九认为有必要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以减轻朋友和支持者的担忧 他坚称自己手上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并已经将这些证据提交给检调单位 他也承认在整个事件中有疏忽 并为此向所有因他而感到难过或失望的人表示歉意 他最终强调自己没有做的事就是没有做 并承诺在现实的事件有了结果后 会在虚拟世界中给出更完整的回答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